Merry Christmas 聖诞老人飞过的 太冷掉了 这实在太漂亮了 它的披萨酱展示卖的 热红酒 好好好 好本人间 超间厘身的 然后这个头踏真的很cute 哈喽大家好 咬咬美猴中 咬咬咬 美猴哥呀 替我们现在在阿布达比的机场 准备飞外国 因为今年我们打算在外国 过圣诞 这是我第一次在外国过圣诞 我也是第一次在外国过圣诞 真的没 这次呢我们会飞两个地方 一个是瑞士拉 一个是意大利 是飞米兰 然后我们就会在那边煮车 一路加咯 走走看看 这样子直接去到瑞士 然后再玩着回来 然后再从米兰到意大利 飞回来咯 自驾是一个不错的体验 是因为沿途你可以看很多不一样的风景 我觉得比较自由啊 对对对 所以你喜欢这地方 你要待久一点就待平一点 觉得坐车会比较好 但是比较辛苦 开车的人啊 开车的人阿福 阿福你有睡饱饱吗 等一下 Alan你有睡饱饱吗 虽然你不用驾车 哈哈哈哈 这一趟旅行不是我们四个而已 我们还有多两位同伴 就是崔婷的朋友啦 Maggie还有阿贝 可是他们找我们一天去那边 他们是从新加坡费 所以他们现在你在那边 回去那边认识他 然后一起拿车 一起开车到目的地的 和水满它们的 然后再开车 还有一个 冰箱 然后再开车 也会一样的 然后又有空 就像着陆地的 然后再开车 哇 哇 奥迪啊 啊 头痛了 行李不能央放啊 耶 我们终于到了米兰啦 现在是当地早上的八点半 有一点冷现在 不是有一点 是很冷很冷 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车 我们的车 是奥迪哦 是奥迪 我们在这边是土豪哟 感觉如何 土豪 太爽 这边的车是在左边的 坐驾驶 你为什么不要加车 因为我们有车 想加的不能 可以加人嘛 对不对 可以加一个 可是它一定要有车 跟你们介绍我们其中一个旅行伙伴 Maggie 她是在卖是吗 你是很担心我 我穿辣粉 你要在雪山上面卖 哈哈哈 哇 哎呀 哎呀 买咯 这很重要 我们不是要夸张 是因为在外国吃不到辣椒 是很痛苦的事情 真的 我不知道Maggie 她来这边是要卖我们东西 还是说她要煮东西 小饭补 真的真的 真的谢谢Maggie 还有我们另外一位旅行伙伴 阿贝 哈喽 那我们出发吧 我们现在呢会一路自驾 边走边停啦 然后再去我们的酒店 然后我们会先去吃早餐 是是是 非常的饿了 如果你们来到欧洲国家 想要自驾来讲的话啦 before来的时候就booking 对 你们要先在onlinebooking 选你们要的车 因为就怕你们到时候来到这边的话 没有车了 你们可以到时候在这边才买那个车先 租车来讲 驾车那个人必须申请这个 国际护照 嗯 诶 国际护照 国际驾照 国际驾照 然后是大概Malicia 150块这样子 一定要带passport 然后就是credit card 三个都要同一个人的名字 就是不可以是别人的 然后来到这边 所以也要同一个人 拿着这三个东西 去租车 然后Malicia的律程也要拿 Malicia的那个卡 的律程 你们也一定一定要带来 是 刚开始你们booking的时候 他们会先绑你的credit card 但是不会扣钱先的 然后你们过来这边取车 付款的时候 你是可以用debit card的 你来到这边 要加多一个人驾车的话 是需要付费的 对 是另外付费 但是也是可以的 所以他一定要国际来生 对 大家 我们前面就是雪山啦 我们现在 要去吃早餐 但是before我们去早餐 我们就停在路旁 因为我要给你们看 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的景色 哇 就是一幅画 OMG 可能你们在影片中 看不到那一个的美 因为拍出来 颜色真的是有差 真的是我们肉眼看 很漂亮 哈啰 哈啰 哇 哇 哇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小镇 叫做什么 Tressa 是这样图吗 应该是 我会放名字在下面啦 听讲这边平常就是 蛮少游客会来到这边的 可是这边就像 外国人童话书里面的那种 会出现那种感动的建筑 你懂吗 很多餐厅就是他们差不多到圣诞的时候 他们要不就是没有开门 要不就是你可能要等很迟很迟才开门 我们现在等这个餐厅11点半才开 刚刚我们从这个斯特雷莎 Street Saat 应该是这样读啦 吃完我们的午餐 现在我们要出发去 瑞士 Sweezland 而且我们是坐汽车火车 对 就是整辆车 park在火车那边 直接带你过山这样子 然后去到目的地 去瑞士 它那边的路有很多那种小山丘 然后如果你自己开车去 它会比较远 然后你坐汽车火车的话 它会比较快 然后也比较 安全 应该是比旁边安全 但他们讲它是开起来的 就是旁边是可以看到的 对对对 然后人是不可以下车的 然后要关掉引擎 但是可以开窗口 听说到在欧洲国家 某一些地方啦 你白天驾车也是要开高灯的 大灯 冬天会比较暗一点 所以你开灯 它就可以减少交通事故 对对 因为Maggie叫我们 大了瑞士要开大灯哦 不然会被罚款 是是是 这个车是阿富的名字嘛 我们不要害到他罚款 Sexy车牌身份证 这一张是那一个瑞士的通行证 然后我们要把它粘在车 Maggie叫 我想问那个瑞士的通行证 是不是在哪里都可以吗 在油站 可是最好要靠近瑞士的油站比较好 它是有14个月的 但是你就算是11月未来 你还是要再买一张 因为好像现在是12月1号开卖 就这一张可以到2024年的1月 所以其实这一张我们用了一个礼拜哦 很浪费的 你最好的话就是回去卖掉 可以转卖给别人 因为它这个是10的供 你可以再粘回来 所以你可以卖给别人 1元45一张 其实是很贵的 就等于一张差不多有过200多块吧 我们这里有两张吗 如果你们想要买的话 可以跟我们买哟 这样用租的比较赚钱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汽车火车的站啦 问了Maggie啦 她这个票呢是在上网买的 如果你是没有在上网买 你在这边你要直接去到瑞士才可以付钱 因为意大利这边内他们是没有收钱的哟 这个地方是scan我们的票 然后就出去的 我们全部已经到咯 这两个人是没有穿包囊裤的 哈哈哈 哈哈哈 我嘞很想要拍这边很漂亮的风景 我不是不要拍 因为太冷了 哈哈哈 这个是我们今晚住的酒店 哈哈哈 冷冷冷 哈哈哈 我死的时候我的手这样子 哈哈哈 各位 五楼啊 五楼啊 我们是住在最顶啊 我们全部人tok了 那个很多啦 就是上来已经是 剩下半条命 重点是 我们明天 对啊 86 多大啊 我都不会讲了 这就是我们住的hotel啦 是不是很漂亮叻 我们全部人一起住在这边哟 厕所叻 就是刚刚那个楼梯的下面 我已经是 头很痛了 哈哈哈 可是你这个后面的风景 哇 哇 这个场面太好笑了 一号病人 二号病人 然后你们像那种 家属汤病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在看戏啊 哈啰 哈啰 哈哈哈 要休养 在说休 休息一下 哈哈哈 休养 我之前变得好像老人家 哈哈哈 哈哈哈 感觉你戴了好像美国戴好 十块 哈哈哈 紧张了我 因为我们明天要在学地 竞 Economy 你们说我跟Trading Lab的好笑 你们先看看这两个 棒 太擦了 他们很香 太塑了 哈哈哈哈哈 Al&Lens 拜拜 哈啰 大家走上那 瑞士的时间是早上7点哦 天还没有亮 但是我已经准备好了 既然有时间 那么我就来熬夜 分享一下 因为这次旅行 我做得最对的一件事 就是戴Č风筒 我这次带了上次我有毫无分享的 Liven吹风筒 为什么我觉得吹风筒很重要 是因为 尤其是有些酒店啊 或者AB&B PROVIDE的那些 吹风机的风很小 所以自己带一个风很大的吹风筒 嘖 我觉得我做的不错啊 哈哈哈 因为我觉得跟一大班朋友我要去旅行 如果你头发很长很多 你要吹头发来讲 然后你朋友要等你 不好意思的嘛 这个吹风筒很轻盈啦 而且它只有407g 也不挨位置 你看我的行李箱 虽然很乱 但是我总有一个空间可以放它 我们来看这个叔叔 那叔叔 我有带我的吹风筒 你不用用它 但是我们怎样吼 也是要试试给人家看 Hotel跟AB&B的吹风筒 跟Liven吹风筒的分别 这个吹风筒吼很慢嘛 吹得很小 那那个锅好像 有人在你的耳朵旁边吹气这样 也没有到这样小啦 小小 因为要很久啊概念 对 而且我用这个Liven吹风机 吹头发那只需要5分钟 里面有二亿级负离脂 可以吹到你的头发很柔 顺不会打结 因为这些普通的吹风筒 来 我不是看不起这些普通吹风筒 是因为你吹了头发也是会打卡 很毛躁 懂吗 你刚才一拼我一拼就这样 说多么违行动 最实际来 快点我们来试试一下这个吹风筒的风速 普通的吹风筒呢 就是又潮啦 然后又小风 然后吹到头皮很热 对准那个口线 看到吗 你看很大声 对很潮 所以如果你半夜去clubbing回来吹头发 你的家人会知道 但是只要用了Liven吹风机 你半夜回家吹头发 你家人也不懂哦 可以拿Extension给我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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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吗 放下 而且它不是算那种很噪音的声音啦 再加上这个Liven吹风机 它是用风带走你的头发的水分 绝对不是用热风 大家 这个button如果你短按 就是按一下来讲 它就有这一个热风暖风跟常温的 可是如果你长按来讲的话 它就冷热循环 我们已经吹完头发啦 头发已经变得滑顺又亮丽啦 然后记得记得 你们要旅行来讲的话 你们记得要查一下你们那个国家 可不可以支持到那一个马力 通常亚洲一定是可以咯 Season来的时候就查了先 跟我们差不多一样 相差大概10罢了 所以我们就带来咯 那大家如果你们想要买这个Liven吹风机 留言那边我会放链咯 你们记得按进去看 早上的瑞士实在太漂亮了 我们现在要拍照先 我们的那个hotel的view就是看到后面这座山啦 人的一生一定有机会要来瑞士一次 因为太漂亮了 就是可以待一天在那边喝咖啡 可是没有咖啡 我觉得这边的人做工还蛮chill一下的啦 很早收工很迟才开门 而且他们也蛮安静一下的 大家静静走来走去这样 我们今天会去几个不同的地方的 上去要换鱼 等一下再上雪山拍照 那个手很硬 真的 我的手已经红了 看到吗 我不懂为什么这边会出现红鸡蛋 可能知道我生日快到了吧 我生日 我们现在来到了Touch 来买这个Zermatt的火车票 我们上去要看那个Mathorn 这个马特红风 因为我们要寻找 蛤 等一下你知道 我们就是要在这边 然后去到这个Zermatt的小镇 再上去这个马特红风 大家不好意思有点读错咯 这个火车叫做Tash 不是Tash 也不是Tash 你看我的后面太漂亮了 在这样美的环境下 来分享我的穿搭 我这一身很颜色服许的衣服 是来自Unicore 它是跟Money cross over 为什么会今天穿到那么颜色服 是因为上雪山 白茫茫的一切 我要你们一眼就认到我 我这也戴这个就好笑 因为Alan真的很怕人 这个可以保护耳朵啦 这一间也是Unicore 跟Money cross over的衣服 蛮舒服 我觉得我可以穿 一礼拜就是这样 我们来到了没有汽车的小镇 Zermatt 可是我们现在不会逛这边 我们要冲上去这个 马特红风 上去看雪山小 可是我不知道我自己想要够没有 但是我这个是蛮党风的啦 我有戴手套我有戴手套 Maggie在帮我们买票 我们超幸福的 因为我们本来的票是90块一个人 现在只是66块 Happy Hour只有今天有 60块马逼 66块不是 我们上来的一个马特红风 我们就上来的 真正脑头的肉 这个巧克力量 所以 再上来的 我们直接上来的 对 我们就上来的 真正脑头的肉 就是这种上来的 看来这个 很冷很冷 我真的觉得这边没有那么的冷 然后这个头套真的很cute 也是有Niko的 然后我跟崔天有一人一个 我觉得很可爱 然后我们今天也是穿到很颜色 真的是在这个雪山牌照 真的是超matchy matchy的 地上 真的西北的滑 很滑很滑 最重要是要谢谢阿福 跟Ellen她们最辛苦了 她们收都已经中了 谢谢你们 我们已经坐火车 下来这个Zermark小镇 因为我们一定要在3点半离开天黑了 我们要回去我们的酒店 要差不多两个钟头 哦很美 哦 先生 怎么 看中了一个 window shopping window shopping My birthday is coming is around the corner ok no problem 好啦 我们赶时间了 是我们赶时间 我们没有圆观这小镇 不过 刚才我们来的时候有 这样子看完了 那我们现在又要赶着火车 下去我们的parking场 拿车 直奔酒店 然后今天我们可能会在酒店煮饭 yeah yeah 是什么是什么 哇 你们在车上吃 哇 好吃哦 谢谢你们 你真的是我们的妈妈 喂 照顾我们的三餐 是起司 你喜欢吃起司吗 后一个是那种辣 这应该蛮好吃的 谢谢Maggie跟阿贝 yeah 我们吃了 阿普开了两个小时半的车 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洛桑 在这一个小镇 就来到了market market 真的我们晚上他们靠我煮这个马拉拉香锅 这边的蔬菜都还蛮贵的 很贵啊 然后我要找莲藕 没有莲藕 然后又不会撑 幸好这边的人很热情的帮我们 过后我现在发现到一个很可爱的东西 这是他们的鸡蛋 五圆六色的我不懂做梦 这边是有青色跟黄色啦 这边还有紫色红色 我们的麻辣香锅很dry 草莓 咖喱 土豆 好奇怪好奇怪耶 哇它的肉是这样棒的 它的披萨这样展示卖的哦 好特别哦 再选那种加力啊 以后 沾板 沾板 哈哈哈哈 快沾板 我们这个Airbnb的窗口很高科技 怎样高科技 蛤什么意思 哦它窗口是这样向上的啊 对 可以这样开 我们看Explen也会吓到的 没有反应 你看看 刚刚是这样 看我也是在跑 蛤 可是都 欸 穿过要掉下来 我掉下来 哈哈哈哈 你看你拍的时候 你可以讲一下话 问我们东西过我们 你们在做梦 我们在做梦 煮饭啦 煮饭给你们吃啦 快点看快点看 这是Maggie带来的 她知道我们在外国 一定很想念啦 特地带了这个麻辣香菇 香菇 今天煮什么好料呢 麻辣香菇啦 哈哈哈 阿贝为了买马铃薯 在那边10分钟 在那边scan 她在讲什么意思 原来她在马铃薯有很多种的 有一个是皮可以吃的 有大的 做薯条的 我们讲这个一定要吃 中片 我们的朋友们多才多艺 买了这一个 面粉 哇 你要做面包 做面包 你们后来人来旅行做面包 哦 原来她是要做 面粉糕 面粉粿 哇 我们在这个ABB找到了 翻包 不要煮饭 为了确保他们营养均 里面有鸡蛋 有饭 还有饭 还有饭 他们没有 哇 哦 太迟了太迟了 那个moment太迟了 现在是晚上8点半啊 等下喊楼下很吵啊 Alan很喜欢喝很奇怪的 你看看 他这样在吃着糖果 这样诶 那个味道 是我 大家走上啦 昨天太累哦 没有给你们看看我们的AB&B 哦 大家 最自然的一面出现了 最自然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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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我只是纯粹想要给你们看 我们七早八早起来 还有时间 看到吗 看到吗 特别给Alan 有仪式感的早餐 谢谢各位 起来为了看这个早餐 这次住的这个AB&B哦 我觉得蛮好的 我们有三间房间 跟两间厕所 卖宅家 哈哈哈 过后我们还有厨房的 不要厨房的原因 是因为可能怕圣诞节那一天 没有开店 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边住 反正我每次还没有讲完东西 Alan就一直叫人家拍他玩人家的窗 昨天还玩不够 因为昨天是他带头的 他就这样拿着一只只 他就动一下 然后阿福跳起来 他讲 哇 这么弄坏哦 然后其实不是 你看啊 他就这样子折 哈哈哈哈 吓到脸知道吗 大哥早餐啦 我们今天会去Burn哦 Burn是这个瑞士的首都 给你们看我今天穿搭 然后我不要再讲了 因为大家在等着我 是吗 你们在等我吗 是啊 没有没有没有我平时都是很快的 不懂怎么今天就是 这个是那个 米 米 米 的那一个 皱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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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这个呢 我也忘记我在那里买了 这个是ZERA的 然后呢我搭配了这个 UNIQ的高领毛衣 全场瑞士最帅的就是 這個衣服呢 是來自 它Shanan的 然後這個臉呢 是Gucci的 然後這個裙子呢 是Tommy的 然後還有這個袋 MK MK My Kev Cos 欸 我跟它一樣顏色欸 這個這個 真的真的 我們終於來到Laverna 然後今天呢 比較幼災幼閒的 我們會逛逛附近啦 看看有什麼美的地方啊 Chill Chill這樣子的 這邊喔 真的很美 我真的很喜歡Europe的建築物 因為很漂亮 歡迎來到Burn 這個是一個老城區 那Burn 其實它也是有它的歷史的 就是在發展Burn的這個地方的酋長呢 不知道這個叫什麼名字 所以它就說 那我們就去打獵 就是森林裡面打到的第一個動物 就用來命名 所以它打到的第一頭是熊 這個城市就是一個熊的城市 它叫做Burn 然後熊在德文是叫 就是類似Burn這樣子的讀音 叫什麼Baren 還是什麼 所以這個城市呢 它就是叫熊之城 你會看到很多地方都會有一隻熊 這個城市本身也有在養熊 養三隻 所以等一下我們要看一下會不會看到 因為熊冬天的時候都在冬眠 現在先去老城區吧 好好好 謝謝你的講解 非常的詳細 聽Maggie說 這個是一個地庫 之前因為打戰啊 它們這邊發展空間比較小 因為都是圍繞著河 所以它們只能往下發展 所以咧 我們就會可能陸陸續續看到這個地庫的 看到嗎 是可以進去的 它是打開來講的話啦 下面有店面的嗎 我們就可以下去看看 我們來到了瑞士最高的教堂 很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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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結束 哈哈 哇 它這個雕像做到很精緻 Maggie跟我們講吼 左邊的是天堂 右邊的是地獄 哇 小的聖誕世紀耶 我們終於找到有一個是開門的 然後Maggie說這是理髮店 走進去也不是 要剪頭飯嗎 哈哈哈 因為他們這邊很喜歡吃核桃 對 因為核桃的殼很硬嘛 所以這個是來 開核桃的 這個是另外的聖誕世紀 可是這個聖誕世紀比剛剛還更大 哦 是是是 比剛剛更大 哇 Maggie跟阿貝找到一個地方 嘿 熱紅酒 熱紅酒 再配上美景 好喝 什麼是熱紅酒呢 就是它不只是把紅酒拿去煮熱而已哦 它裡面就有放青檸檬啦 八角啦 一些材料下去煮這樣子 是不是很好喝 它不是像我們喝的那個紅酒色色這樣 它真的非常溫暖 這個杯如果花完還回去給它的話 還五塊錢給你 這個杯是可以帶回去的嗎 對對對 這杯十一塊 然後 我在歐洲通常喝的都是 五塊或者七塊歐元 然後退回兩塊或者三塊 可能是COVID過後吧 因為它的杯也不美啊 我們剛剛重奔回來 ABMB附近的這一個聖誕市集 嗚呼 這邊更大 來瑞士的目的就是在這邊慶祝聖誕節 我不懂你們有沒有看到 那個聖誕老人飛過的 從上面這樣啊 哦 我們就是會看那個 聽講它每一天只有三個時段 它才會飛的 對對對 可是這幾天的天氣不是 已經蠻好 不知道今天會不會飛 但是沒有關係啦 我也帶你們去看看 這邊的聖誕市集的氣氛 因為我們不會看那個他們的芝麻 然後我們就有大概問它有什麼口味 然後講有糖的啦 肉桂跟糖啦 肉桂拉啦 麵包這樣 我覺得它是麵包來的 加一點糖 哇好好吃 哇超好吃 我覺得你們兩個會喜歡啊 很誇張啦 我老 欸是不是很好吃 它麵包很爽 對對對 外面那一層 欸你會頂給我們那一層 哇 天不做美 聖誕老人是會在這邊飛的 哇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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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ry Christmas 今天是聖誕夜 欸不是 今天是平安夜 那我們今天會去那個聖誕市集準備 買禮物來交換 昨天我們其實有去到那個聖誕市集的 可是因為專下雨 今天天氣比較好 剛剛我已經看過了 希望希望天氣會很好 你是什麽 草本人間啊 草堅尼聖誕 草堅尼聖誕 人間 她今天有大事要宣布 對 我們今天晚上來交換聖誕禮物 但是我們有 有主題的 ok 等一下我們就會去那個聖誕市集 那邊有一百多間聖誕的小屋 然後賣東西 然後我們要去用20歐元 一個人20歐元 我們要準備兩個禮物 一個是好禮物 一個是壞禮物 加起來是20塊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的禮物還有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好禮物必須有紅色 好禮物要紅色 買超過沒有 欸 她說好禮物 是紅色的 要紅色的 欸 我們三個 壞禮物在哪裡 欸 難怪啦 你們有燈打在你們的身上了 壞禮物了啊 哈哈哈 昨天我買一個麵包 她都6塊錢 7塊錢髮廊了 會不會等一下買回來全部都是食物 欸 要不要講不可以買什麼 哈哈哈 然後因為我們要早點出門去另外一個景點鞋 過後我們才去聖誕市集的 因為今天是平安夜啦 他們都會回家過年啦 很早 啊 很早 所以可能5點就關了 就關了聖誕市集 所以保佑保佑 再讓我們再次看到聖誕老人的出現 因為好像今天有兩輪時間嘛 現在我們來到了這個日內瓦 Geneva 太漂亮 太漂亮了 而且啊 我們後面有一個噴得很高的這個 噴泉 Hi 那前面那個就是噴很高的 噴泉 我們真的很喜歡欣賞的國家 因為他們的建築很漂亮 雖然可能你們去欣賞 看的那個建築物好像差不多一樣 但其實是不一樣的 而且在聖誕節 他們有很多那個聖誕的DECO 很美 而且今天的天氣 剛剛好 真的 剛剛好 欸 我們又回來了這個聖誕市集 啊 我們先 很美 真的 我跟你講 就是天亮的時候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晚上又有不同的感覺啦 所以我們現在呢 要去找東西吃 然後等一下拍拍照 要等那個聖誕老人 來了來了 聖誕老人又來了 拍完聖誕老人呢 我現在要去選禮物啦 只有半個小時的時間 到底怎樣選天堂禮物跟地獄禮物 我們繼續看下去嘛 喂 先生不是講分開買禮物的嗎 做麼你叫我旁邊的啊 喂 不是講分開買禮物的嗎 做麼你們好像隨時隨地在監視著我 這樣 哦 現在做麼你恨 欸 買了 怎麼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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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夜還有聖誕節 一定要有聖誕節的樣子 對 火雞就買不到啦 我們買小雞 好奇 現在是這邊的時間 7點20分 大家等我們煮飯等到 睡著了 很快很快 很快就要煮好了 很快就要煮好了 有機 吃吧 我們現在要講還禮物了 大家已經是累到爆炸 很想快點結束這一切 沒有東西買啊 全部買啊 就是放蠟燭的東西啊 好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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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是一個木桶來的 所以如果你們是 春天或者秋天來瑞士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這樣子的狗 在 在哪裡 草原上面 哇 還要去草原才可以看到 這樣子的狗啊 我的地獄禮物是 Poker牌 加三個奈古牌 哇 很多子彈 謝謝全天 說到我的香皂 還不錯 真的很像的 大家收到那種 不好的禮物的時候 表情都很尷尬 我真的很喜歡你 表情都不一樣哦 抽到我的就好了 我很期待你了 抽到我的 阿伯抽到Alan的這個禪 明天可以抽到禪 你是抽到誰的禮物 抽到出去的 這個還可以挖麥肉粉 我會挖很多啊 那個挖 打給你 我們今天 我們先 查到了我們的 A B & B 因為我們現在要去 山上 還有法國 我們其實是會 在那個 法國的邊邊 對不對 我們沒有去它的市場 是 然後我們這次呢 要去這個 Shamanix的這個地方 看這個南真風 應該是讀 Mont Blanc 聽說它是 歐洲最大的 一座山這樣 聽講也是很壯觀啊 對對那邊好像蠻壯觀 是 Meggie齁 它其實是 要帶我們這樣子看的 可是因為今天是聖誕節 那它沒有開 對對對 沒有開不用緊 我們也是可以去它的小鎮啊 或者是在雪山 錄來錄去這樣子 可是聖誕節對他們講是過年 對對對 所以他們做NPR夜的時候 大家都已經是 對對對對 關門了 關門啊 收工了 是 而且今天天氣非常的好 也非常的冷 我們千辛萬苦終於來到了這裡 因為今天是聖誕節的關係 特別的多人 我們剛才等parking都等了差不多一個小時這樣 今天天氣真的非常好 藍天白雲 我們現在要買票去玩那個 坐在上面 然後那個過山車這樣子 坐那個車喔 原來是可以兩個人坐的喔 對 我坐前面好嗎 你應該不會控制了 蛤 要控制了咩 要 要控制了 等下你直接 我們在後面park不及了 原來就是這一個 哇 哇 好恐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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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來來來 我好美 OK 就這樣啦 我們下個影片見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次的影片喲 拜拜